但是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是立委补选参选王洪威 他目前其实因为确诊的关系 在家里头隔离 但是还是透过了直播 来设法冲刺一下选情 好 昨天晚间呢 他在直播当中 就从总统蔡英文的论文们 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英系利益交换 一直到了苏贞昌败选去留任等等 一路批评到对手吴一农 表现不如王世坚 同时他也说 政府太多 没有风骨恋战未止 不作官会死的官员 我跟你讲 我进入立法院 我就说有四大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苏贞昌 第二个目标就是陈明通 第三个目标NCC 第四个竹科你等着我 竹科你一定要等着我 你太扯了 你太扯了 那么林志坚的论文 已经确定抄袭到这种程度 你竹科现在就在那边装傻 装睡 我一定会针对竹科 他的不作为 不作为 我一定会来追究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今天在脸书上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也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就是游英龙老师的 有过半的受访者认为苏贞昌应该立刻下台 应该立刻下台 那所以我就问吴亦农先生 吴亦农先生 你认不认为苏贞昌应该立刻下台 你认不认为陈明通应该立刻下台 那么我一直觉得吴亦农怎么都变成乖乖牌 好像一个年轻人对于这个 虽然讲的是什么change 可是你到底要change什么 对不对 我们的一般来讲change就是我是在野党 我有把你执政党给change下来 那你现在到底要change什么 那么尤其在这个 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说 我要change 我要把苏贞昌换下来 但是我看你好像没有这个胆子也好 我认为吴亦农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乖乖牌 那么讲了 讲了那么多的东西 你也不敢针对你今天民进党内 大家认为你应该去改革反省的 你真的还甚至不如帮你辅选的王世坚议员 你看王世坚议员多么坚决 立刻说书贞昌一定要下台 民进党现在的蔡政府里面太多没有风骨 只要恋占占卫子 不做官会死的那种人 大家不觉得吗 陈耀祥 陈吉仲 陈明通 怎么都姓陈了 对不起 我无意对姓陈的朋友 要对你们有任何的不敬 但是我真的认为 陈耀祥 陈明通 陈吉仲 这些真的都是应该优先优先 应该下台的官员 那么民进党如果想要能够扳回一点点 大家对他的信任 这些人就应该要去做处理 好聊天室当中我有看到Blue Sky 另外呢也有看到这个张家和 还有看到很多朋友 还有看到槟榔五十 都在帮我们这个洪威姐加油 还有看到风无音也帮洪威姐按了一拍赞 好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继续还要告诉您的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政府议长 党内出险在昨天举行 市议员戴琪钦喊出的是世代交替 挑战现任的议长陈景祥 总共有31位的党籍议员投票 最后戴琪钦呢 是以18票过半的票数胜选 副议长在投票的时候 叶林传 陈兵斧的票数都没有过半 第二轮投票呢 这个叶林传是以18比13票胜出 台北市党部向党中要报备之后 两个人在12月25号将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台北市的政府议长 好聊天室当中 我在我们的主频道有看到密安的斗内 非常谢谢你哦 密安要不要来我们子频道 也帮我们应援一下呢 好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子频道报道的话 记得一定要帮我按个赞 好接下来一连串 我们继续来关心 这是民众党的立委 就是新竹市长当选高宏安 涉嫌诈领助理费 检调单位在昨天搜索立法院高宏安的办公室 但是呢过去蓝绿立委都曾经因为卷入了案子 遭到搜索 但是这一回是检调单位首度为了助理费一案 搜索国会 好民众党议员李国璋在脸书贴出 还我市长四个大字 他说高宏安还是具有立委的身份 结果就遭到大动作的搜索约谈 依照民进党胜选制上的考量 很难让外界相信这背后没有政治操作的痕迹 笔名翁达瑞的吕美教授陈时分在脸书发文 他说双喜临门 好什么意思呢 他爆料的是高宏安的博士论文也遭到了下架 翁达瑞表示 有一位朋友进入大学的图书馆搜索高宏安的博士论文题目 截图可以看得出来有三笔的搜寻结果 好中间那一笔呢 就是高宏安的博士论文 但是呢在论文下方 怎么回事竟然是一整片的空白 没有PDF档案图形 也没有其他文件档案的下载连结 因此翁达瑞说了 高宏安的博士论文被新兴纳提大学给下架 这应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而且已经是两个星期了 好高宏安的办公室被检调搜索 博士论文也被母校下架 因此他就在这个脸书发文说 这个部分算是双喜临门吗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